这几年国人的饮食习惯改变导致高血压年龄层是逐渐的下降 最近就有基金会和便利超商合作 在全国的575间超商据点内设置了血压机 供民众免费测量 民众只要在6月1号的活动首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 到超商测血压量腰围不但免费还能够拿小赠品 40岁以上国人超过三成有高血压 一份调查发现四成六民众喜欢油炸含油量高的食品 近四成口味偏咸 而且高达八成民众每天运动不超过30分钟 超过半数每天情绪精神压力大 尽管生活习惯不好 六成五民众却没有定期量血压的习惯 因为高血压没有太多症状 所以如果没去量就会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会治疗 不治疗就是会有很高的一些病发症 正常血压应该维持于收缩压120 舒张压80毫米拱住以下 如果血压偏高建议连续量测一周 当血压高到160 100更应该立即就医 收缩压大于160 舒张压大于100 通常这个是第二期的高血压 应该是你大概有高血压跑不掉 因此你应该找专业人员治伤来进行治疗 尤其是父母有高血压病时 腰围过促的民众 年轻时就可能是高血压的候选人 长期会增加中风 肾脏衰竭 心脏病的风险 现在民众可就近到575家超伤门市 免费量血压 联合晚报记者黄玉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